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王牧师 那么呢 我开这个频道呢 就是为了这个探讨这个信仰与人生的道理 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来 同时呢 会活出我们自己美好的人生来 我现在呢 正在这个讲一个系列的啊 系列啊 这就是关于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对这个圣经啊 就是久为大名啊 然后呢 大家都想知道圣经的道理 然后这个 可是有一个困难啊 知道呢 这本圣经呢 它是66卷书 然后呢 写的时候呢 应该是在这个2000年啊 左右或者以前写的啊 然后呢 在中东 伊斯列 所以呢 它跨文化 跨地理 跨时代 那么呢 这圣经里面别的内容非常的多 然后呢 到底啊 这个到底圣经想告诉我们现代人什么呢 我想呢 这是这个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么呢 我就呢 这个构思啊 然后祷告 然后最终呢 我想用50讲 这个时间呢 这个讲 然后把这个讲完 然后是啊 这个没有太多时间的人 只要是把这50讲啊 听了 或者你只听一部分 我想呢 对你的人生和生活也是蛮有帮助的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讲 这个 前面的讲 挑着吧 给大家 你并不是 都能够把我讲的内容啊 都能听得到 所以呢 我只是把那个前面呢 这个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概括一下 比如说呢 我在第一讲呢 就是说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就树立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对不对 再一个呢 因为我们讲任何东西 都是主要是在 在 在 人身上啊 所以呢 我们要圣经告诉我们 叫认识人的本源 和人的特质 也就是说啊 因为这个 这个社会呢 是由家庭所组成的 那么圣经里呢 他其实也告诉我们 让我们明白呢 婚姻的起源 家庭和婚姻制度 对吧 这是给大家讲的啊 我再给你讲 几个其他的 我希望你感兴趣哈 然后把这个节目呢 能够推荐给你的朋友 家人呢 还有你自己的群里哈 OK 那还有呢 因为我们说神嘛 神创作 那么呢 神呢 和历史什么关系呢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神掌管历史 对 掌管历史 还有呢 非常重要的 它和我们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啊 就是说呢 圣经告诉我们 是天赋人权的道理 对吧 天赋人权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那个 这个天赋人权 跟这个相关的啊 就是说 那个普世价值的问题 这是他要说啊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你们说我们人权啊 什么这个 还有这个平等啊 自由啊 是不是 这些啊 这个 这些呢 我们讲那个普世价值啊 其实那个 神是普世价值的赋予者 大家讲这个道理啊 那么呢 还有其他的 我先给你看一下啊 我想 希望你喜欢这个啊 还有呢 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信仰于人生吗 对吧 其实呢 那个圣经还告诉我们呢 树里正信 圣里正信 极其宝贵 这个 什么叫正信呢 注意 你可以有各种各种的信仰啊 你可以信佛教的 信 信那个什么 这个那个的啊 有的是信的唯物论啊 但是呢 这里这是正信 你要信要这个真神 这个有真神 然后呢 这是极其宝贵的 这是我们很多华人啊 也这个 来到海外以后 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说啊 我来到江大最大的收获 然后就是认识了神 哈哈 也就是事实呢 他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对不对 就是这个很重要 好不好 那么呢 在圣经里呢 还讲了很多啊 有关耶稣的事情 OK 所以今天呢 那么我给大家 讲的什么呢 分享的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跟你讲大家 第二十九讲啊 这二十九讲是讲什么呢 是啊 就是说 耶稣的将士 受死复活 再来 这个对全人类 全世界啊 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对 就像这个意思啊 我跟你这里面看着啊 他说耶稣的将士 受死 复活 再来 你看啊 他讲了四样东西啊 OK 对不对 每一样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那么现在把这个事说一下啊 那么首先谈一下耶稣啊 OK 那么对我们华人来说 一说是耶稣来啊 我们在这有个印象啊 哎 他是一个救赎主 是吧 哎 耶稣非常的有名 是吧 非常的有名 哎 耶稣呢 是这本圣经里啊 尤其是新约里 他参数的一个主要人物 是吧 对吧 耶稣你到了西方以后 你去旅行 去到哪里以后 他首先就是常常也会听着 哎呀 那里在很多人信耶稣 是吧 很多人信耶稣 耶稣啊 他的将士 什么呢 他圣经告诉我们啊 这个 这个新约啊 那个新约 他特别告诉我们啊 他列举到这个 他的中心的人物 也不是人物 还是真神啊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真神 就是耶稣啊 对吧 耶稣的 他的 他的将士 他的兽子复活 啊 一句再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个怎么讲呢 咱们一个一个里讲哈 咱们先说说这个耶稣 他降生的事 那耶稣降生 在犹太人啊 他这个圣经 这个圣经里啊 是神启示他的选民 犹太人写这个圣经里啊 他有旧约和新约 那么在这个旧约里呢 啊 他这一直啊 他有一个影子在这里面 影子在那边 那么犹太人呢 一直在 他们是一个游民族啊 受了各种各样的迫害 那么犹太人 怎么他们就能够变好了呢 就不受压迫了呢 是吧 对不对 他们的人怎么都变好 不受压迫呢 他说他们需要一位救赎主 啊 这个又救赎主 那么这个救赎主啊 又叫弥赛亚 是吧 要弥赛亚 那么这位弥赛亚 是吧 在他们犹太人 那个人 他们一直在叛生呢 就按着人的关键啊 这个弥赛亚 他一定会降生啊 那个降生啊 他会 他因为呢 他们相信啊 这位弥赛亚 是一直在天上 那么在天上 这个弥赛亚 怎么来降生到地上呢 是吧 降生到什么地方呢 什么时候降临呢 在什么家里降临呢 是不是 哎 这个在新约里呢 在这个 我们知道新约里呢 他开始的时候啊 就有四本福音书 马太呀 这个 马太呀 马可呀 卢家呀 约翰呢 是吧 哎 这四本福音书 这四本福音书呢 都有 对这个耶稣的降生啊 都有记载 那么其中啊 我们大家说了 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啊 他有耶稣全人和全神 以后会讲啊 耶稣和我们不一样 哎呀 他是全人 而且是全神 对吧 还有全神 咱们详细以后 再说过 以后在我前面 跟你讲过这个 所以他耶稣啊 他要这个 做一个全人 全神 他要降世 在这个马太福音啊 这个第一章里面 他耶稣基督有个家谱 我们今天讲的 有时候不太想说 那个和人一样 他有家谱啊 他是全人吧 有家谱 咱不详细说 因为时间有关系啊 哎 在这个马太福音啊 第一章啊 第十八到二十一节 他是这么记述的啊 你看啊 对不对 我给你研一下 这个圣经啊 他说耶稣 基督降生的事 记载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佩勒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 怀了孕 你听说过吗 我们怎么怀 我们怎么出生呢 是爸爸妈妈通床以后 然后胚胎发育 最后 这个妈妈的肚子变大 是吧 最后生产出来 是吧 也可能正常产 一个是婆婆产的嘛 这样生出来的 是吧 但是呢 耶稣啊 他降世 他的降生 这写着什么 对不对 在那个耶稣啊 他那个生母啊 叫玛利亚 是吧 他当时许佩格 叫约瑟的犹太人 是大卫家的 是吧 是大卫家 然后呢 这个约瑟呢 还没有结婚迎娶的时候呢 那么玛利亚呢 就从圣灵怀 圣灵知道 对不对 圣灵 我们的神呢 我们心里就是真神 这是独一的真神 而这位独一的真神呢 有圣父 圣子和圣灵 三个位格 OK 那么神的灵 当然他也是神 他就通过和玛利亚 一起这个 这个 通圣灵那里面 我们也不知道 整个过程了 是吧 他从那里赶着运了 我们平常是父亲来的嘛 那么现在呢 从 他是不是从我们的 一般的父亲 是从父神 他的灵那里赶着神 这是一个奥秘啊 这是一个奥秘 是吧 那么说 他赶在孕以后怎么样啊 赶在孕以后 他就会 这个 怕发育吗 发育后 这个就胚胎开始长 这个肚子开始变大 是吧 对吧 玛利亚也是一样啊 是吧 你再往就看啊 他怎么说 第二十一节 是吧 他要将生一个儿子 是吧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对不对 是吧 从自己的百姓里救出来 那这种百姓救出来 那么耶稣啊 这里面你会看到啊 对 耶稣他整个怀孕的过程 那最后呢 耶稣他降世的时候 他是一个男孩 OK 耶稣是男孩 你要搞清楚啊 对 这个救赎主是一个男孩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救赎主 他叫耶稣吗 耶稣什么意思啊 对 起名耶稣 因为他从自己 把自己的 讲把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OK 我们 我过去都给大家前面 记得讲的讲话 人呢 从这个始祖那里 就遗传了这个罪啊 亚当夏娃 你听说吧 亚当夏娃 他们也吃了上海 说的果子 然后都变成罪 带上罪了 这个带上罪以后 我们这后面的人 都一带一段 从那传过来 这个病呢 就从那里传过来了 对不对 就传过来了 那么呢 带着这个罪呢 那么带着这个罪 人还犯各种各种各种罪 人有骄傲的罪 人有神不认识神这个罪 那么这个罪呢 他会打到公价 导致死 OK 导致这个社会很大的问题 家庭很多的问题 你可以想想 都是从哪来 那么 那么 这个耶稣啊 他一降世以后 他要把自己的百姓 任何信他 干随他的百姓 任他为基督 任他为神的独生子的 然后呢 他能够把你拯救出来 OK 这个拯救出来呢 本来是你在一个罪的 这个海洋里啊 身上满身的罪 然后呢 他把你救出来 也说 他为你的罪而死了嘛 是吧 然后他有这个大能 是吧 所以说约翰福音 第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 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啊 那么约翰福音 那个三章十六节啊 就会这里啊 生一个儿子 是吧 讲起名叫耶稣 要把自己的本性救 再救出来啊 就是讲的 就是本身就是讲这个道理 讲这个道理 所以呢 那后面他又说了 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二章 第十一点 他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 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俯都拜着小孩子 就叫什么啊 这就是说 耶稣啊 他作为人 全人 他把神的话 神自己 道成了肉身 道理论神 通过圣灵感 玛利亚 做的圣母来 圣主来啊 OK 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 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在旧约里 一直有预言 有一位救世主降生 OK 那么呢 这位救世主 真的降生了 那么这位救世主 降生了以后 为我们的被拯救 打下了基础 因为他是全人 所以呢 他可以带我们而死 对不对 是吧 因为神是不能死 因为他这位救世主 诞生以后 他擅长带着各样的 智慧和能力 所以才有耶稣 他在地上传道 建立教会 行神迹 行医治 还有呢 他在带他的门徒 才一代一代的 从过去呢 他师尔门徒 师尔使徒 是吧 然后呢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经过两千来年的时间 两千来年的时间 到我们现在 怎么样 全地球上 有二十多亿基督徒 而且呢 世界上 各个发达国家 基本上 要不就是 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要不是在基督教的 仿制上建立的国家 是不是 对不对 反正 所以呢 这个耶稣的诞生 他是十分重要的 十分重要 都有巨大的重要 所以我们要过 圣诞节 所以圣诞节 所以呢 我就是在圣诞节之夜呢 这个Christmas Eve 那个晚上在2001年12月24号晚上 信主 然后后来这个跟随神 慢慢的经过神学的装备 现在做了传道人 四年前按目的 2017年的12月份 应该是这样 1718192 1718 大概三四年了 是这样的情况 好不好 所以耶稣的诞生 极端重要 OK 那么你说 耶稣的诞生重要 那么这 耶稣的受死呢 怎么样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这个耶稣的受死呢 他在圣经里 尤其那个 不管是哪个福音书 最后那几章 专门叙述 耶稣的受死 耶稣受死 然后呢 最后的时候 有耶稣 后面我们讲 耶稣的复活 那么我们摘一段看一看 在这个圣经的那个 圣经呢 新约里面 这个福音书 有一本书啊 叫约翰福音 这个约翰福音呢 第十九章啊 他是这么记述 耶稣的子的 OK 那么呢 19章呢 18到33节 他18节 他们就在那里 钉他在十字架上 还有两个人 和他一同停证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你再看往后看啊 第三十节啊 他说 耶稣尝了那醋 就说成了 OK 便地下头 向灵魂交付了神 那第三十三节啊 OK 只是来 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OK 那耶稣呢 他在地上 直活了 三十三年 是吧 那么呢 他真正不到的时间 也就是 满达满算 也是三年 那么呢 他啊 这个来到地上来 对不对 他是救赎主 那么要想救赎别人 就是要想救赎别人 那你就得自己死了 替代他 替代他 那么耶稣呢 那么他作为 约翠的羔羊 是吧 他救的 他一定 神 那种父神 圣父 圣子 圣灵啊 这个圣父的旨意 啊 他一定要成就 这个救恩 啊 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啊 耶稣是一人 啊 一人 为罪人死 OK 耶稣是从父神那里 拆派来的 神的独生子 啊 专门为了救赎来的 他做了教导的工作 做了 行了各样的神迹 啊 栽培了门徒 啊 然后建造了教会 是不是啊 啊 进行 颁布了大使命 是吧 啊 给我们颁布了两大诫命 对吧 那么最终呢 他要走向十字架 而且是耶稣基督甘愿走向十字架 等抓他的时候 他的门徒要保护他 要抵挡那个兵丁去抓他 啊 耶稣就告诉他的大妹 大弟子彼得说 收剑入鞘吧 啊 你不要去抵挡 然后 现在是成就救恩的时候到了 是吧 所以在这里面呢 在这个约翰福音呢 他才尝了那醋 啊 他就说成了 是吧 实际上呢 耶稣呢 是救赎的大功告成了 啊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死了 对 然后呢 他才可以替代我们的死 如果他自己不死 OK 我们必须死 因为他死 是把父神对我们罪人的愤怒 加在了自己的儿子的身上 啊 咱们举个简单例子 哈 假设你家里吧 在一个村庄 他们家里 哥儿五个 Right 然后有一个父亲啊 他们哥儿五个惹事嘛 给周围的邻居 啊 打架 那最后呢 他家不管谁吧 哥儿五个打架的时候 出手太狠 把人家家里的一个人呢 给一个两个把给打死了 那么说打死人以后怎么样 你要偿命的 你要偿命的 那怎么着 那么最后呢 他哥儿五个 他父亲说 我年岁大了 你们呢 哥儿们都有 都有自己的孩子 是吧 那么呢 我就替你们死了 那我就替你们把这个罪担下来了 啊 所以他父亲都说 这死啊 他们打人呢 告诉公安局法院说 这是我 打死的 给他们也没关系 是吧 结果呢 这个事他戒了 这个事呢 所以呢 可这里呢 不完全相辅了 是吧 但是出于我们理解这个道理身上 是吧 那么呢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比较形象一点 好不好 所以耶稣基督啊 他为我们而生 意义重大 他为我们而死 意义 因为他一人的死 换来了众人的生 一切信他的 信他的 认罪悔改的 是吧 那么呢 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那么在这个 使徒行传呢 第四章纪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没有拯救 是吧 那么呢 那么耶稣呢 所以他的受死 这在我们的基督教里 就叫受难日 耶稣受难日 叫古德弗里 这一天我们每天都记载的 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受死 他成就了救恩 那么他 耶稣基督的受死 他给我们梳理了一个榜样 用自己的死 来成全别人的生 OK 用自己的牺牲 痛苦 然后来让别人幸福 用自己用神的大爱 从过耶稣基督的死 而彰显出来 好不好 OK 这是他成了 那么说呢 我们说耶稣的将士 耶稣的受死 都非常重要 那么耶稣基督复活呢 是吧 我们基督教里不是说 他死了第三天 有个复活节吗 这个复活节 这个节日啊 比那个圣 比那个 这个 这个 耶稣的这个 这个圣诞节 降生日 比耶稣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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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节 好像 这个都重要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先看这点经文 OK 那么在保罗使徒啊 他对这个 这个耶稣的复活啊 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 他重视到一个程度 他说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现在所信的 都是往然 都是假的 都是没用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都是往然 对吧 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信的 我们所传的 都是往然 都没有意义 好 那么看保罗啊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三到四节啊 他特别提到了 耶稣的复活 我们这么说 看一下啊 OK 他说 我第三节 我当日把所领受 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 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死了 那死了以后 又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我给你算一个 这个 比如说我们数学上 给你画一个图 我现在我没有 这个图板 图像 给你画图 分成几个段 第一个 耶稣降生 降生以后 他就开始步道 步道以后 最后他走向十字架 走向十字架 意味着什么 他要死 他死 那么死了以后 应该我们传统的 我们方法什么呢 你死了的人 不能老在那放着 是吧 然后把他拿下来 然后呢 找一个坟墓 把他埋起来 这埋了 是吧 对不对 现在有活葬场 活烧了 对不对 他把他埋了 埋了以后 那怎么着 然后埋了以后 平常的时候 一般就需要 不是偷观节目的话 这个平常的时候 一直埋着埋起来 只好最后烂了 然后这个是上上坟 什么的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 圣经里早就预言 耶稣他死后 他会复活 对吧 他会复活 那么他耶稣复活呢 并且是第三天复活 怎么简单点 那星期五是第一天 他星期五死 OK 这是圣诞日 然后呢 过了星期六 懂得吗 过了星期六 这是第二天 星期六 然后第三天 怎么着 是星期天 是星期天 是吧 这耶稣呢 他就是在星期五死的 然后星期三复活的 星期三复活的 那么耶稣复活是真理 是真理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那么一个是那个 当时从物理上讲 他那个坟墓呢 就打开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的人倒不见了 而且有人亲自的见 见过见到有五百个人 以上的人啊 能够见到耶稣 见到复活的耶稣 他身上还有扳痕 长相上和原来这个耶稣 也很相像了 应该是 是吧 那么那么 最后他给他们门徒啊 还在山上颁布了大使命 他说你们要去让万民 做我的门徒 那么复活以后 那后来我们说了 耶稣呢 他还有升天 对那是升天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不太想先说那个啊 那么他耶稣 他的复活 意义极其重大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基督教 相信的是什么呢 是永生 是永生 那么呢 如果我们和世俗的人一样 就活那么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多一点 九十岁 一百岁 啊 那我最近查的 也活到一百二十多岁 一百一十多岁的啊 就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从出生到最后死了以后 那就变成二百花 他什么的再没了 不可能再再回来了啊 这是从物理化学 生物学 医学 上讲 那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基督教的人 信耶稣的人 和那个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信的 其实呢 意义不是太大 不能说没有意义 不能说 没有他 但是我们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相信的是永生 那么 那个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说的 让一切信 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而这个永生 不仅仅是灵魂的永生 而且是能够 获得肉体的永生 这个是这个body 身体 身体的永生 那么这个身体的永生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他这个DNA 编满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身体 这个基因组物 永出父亲来的一部分基因 基因一半 永出母亲来的一半 然后呢 他最终的时候 他一定走向衰亡 走向死亡 从大脑心脏脊手衰 那么这个呢 那么呢 耶稣 他那个 他复活了 那就预示着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世的人 可能 那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死 那么死了以后 我们也会埋到地下 或者会烧了 那么最终 这个灵 是不死的 我们这个基因组的信息 那你一讲 也是不死的 这个信息是存在的 万好不存 存在的 而且等着 那么 那么耶稣 他死后 第三天复活了 那么我们每一位 信他的 是吧 按照耶稣的教导 按照圣经的记载 那么死后 都能够复活 那就是什么 死后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 现在这个身体 是有限时间的 也可以说在地上 有限时间的 那么到等又一天 等我们就像耶稣 复活以后 那么我们的身体 不再修坏了 这是诗篇里 也记得很清楚 不再修坏了 所以呢 那么呢 我们等我们复活了 就可以在天上 我们可以讲呢 和耶稣同在 经受耶稣的这个审判 过了那关 是吧 那么最后呢 你就可以享受 有的是 可以和耶稣一同 作王一千年 还有呢 虽然不一定 耶稣一同 只要你信耶稣 跟着成圣了 经过那个大灾难以后 那么可以到 新天新地里面 永恒的生命 享受这个复活的生命 再也没有愁烦 再也没有眼泪 然后呢 然后就是活着 就是无比快乐 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地上 追求的这个 只是暂时了 所以因为我们追求 相信的是永恒的 所以这样呢 对我们这个 我们的信仰才完全 对我们的信仰 才具有它的真理性 那么我们这个信仰 才完美无缺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话 我们追求的和世俗的人 没有本质差别 没有人 因为有复活 所以我们从短暂的生命 到了永恒的生命 从这个劳苦愁烦的生命 到了无比美好的生命 这么说无比好的人 如果信了耶稣以后 因为耶稣的 他的降世 因为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死 因为耶稣的复活 给我们 是让我们的生命 有全新的改变 有永恒的盼望 那么耶稣 刚才说了耶稣复活 他这个很有重要意义 还有呢 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再来 升天和再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圣经的 再看一下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三二 第二十节 怎么说的 有好几处说这个事 耶稣再来的事 但是呢 这里我们只 因为限于时间 我们只说一节经文 他说 证明这事的说 是的 我必快来 阿曼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那么耶稣啊 他复活以后 然后呢 在地上呢 有四十来天的时间 和他门徒相见啊 然后这个 证实他的存在啊 然后呢 颁布大使命啊 是吧 那么是做了做了功的 而且那个 在复活以后 又拣选了 一位使徒保罗 这件事 一样十分重要啊 也十分重要 然后呢 那么呢 他复活以后 怎么样 复活以后 这复活以后 耶稣还在地上 那么待着吗 不是了 他复活以后 很啊 然后等了四十来天 颁布了大使命以后 那么最后啊 这个神就派天使啊 让他这个通过云呢 上到天上 把他接走了 啊 这把他接走了 那么接走以后 他一直在父神的右边 啊 掌握着权柄啊 啊 再回到父神的旁边啊 就像我们做儿子的 然后还有一天呢 又回到父亲的旁边 那么耶稣呢 他作为三位一体的神 他全全人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OK 他全啊 全人呢 死后又又复活了 他又复活了 那么复活以后 全人全神 又到了天上 那么也到了天上 那么耶稣 他这个全人的身体 在天上 也是永远不灭的 也是永恒的 那么就 耶稣的全人 全神 那么有一天的时候 他一定会再来 啊 那么为什么说 耶稣基督再来 也是极其重大 十分重要 重要呢 是吧 那么我们这么多门徒 啊 实实在在的啊 现在的世界上24亿 你算算前面这2000年 当中有多少门徒 后面在耶稣再来以前 还有多少门徒 是吧 我们这夜以继日的 然后去啊 去读经 去祷告 去做宣教的工作 那么我们判什么呢 我们判永恒的生命 那么我们这个生命 怎么就永恒了 耶稣说了 活着信他的永远不死 死了信他的能够复活 对 那么你怎么就复活呢 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从天上 他下来 要预备地方 要接我们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信他的 才能复活 啊 你才信他复活 而且信可不信的人 他复活以后 受到审判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信的人 那到这边 你就经受第二次的死 OK 那个死了以后 就得放到火 这个火壶里面